差不多了嗎 後知後覺 你現在有舒淇入圍請罵嗎 有恭喜他嗎 有一件事情還蠻好笑的 我自己都還蠻害羞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啊 因為我有拍攝友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電影公司告訴我說 我有幫你抱男配角 我說幫我抱幹嘛 我只是客串幾分鐘而已 然後我說如果真的還有入圍的話我就好笑了 然後大概舒淇的入圍 我不會很驚訝 因為他的確 因為他之前演過的電影 比較少喜劇的這一塊 那他這一次演喜劇 然後被肯定 我覺得真的 誰說演喜劇的人不能入圍 我覺得反而是 讓演員有更大的挑戰的空間 去做很多的揣摩 因為我跟古天樂也很好嘛 他也有說過其實演了這麼多戲 他覺得喜劇是最難演的 因為你要讓觀眾 從內心而笑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你要讓觀眾從內心而哭 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舒淇他這一次入圍 我真的很替他開心 然後我也很開心 我有拍這部電影 所以最看好的影后人選 綜藝一個人的話可能就講別人 但是舒淇啊 好像造成的 就是這次專輯是獅子造成一個效應 大家要去買獅子的相關的T恤或彩票 這樣就很難買到 你有聽到相關的嗎 我有聽到相關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有做服裝業嘛 然後有一些朋友很可愛 他買不到獅子就買老虎 然後我就說 對 還買一隻貓的 我也覺得很可愛 就覺得他們 我也非常特別就是 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我每一次 比方我去哪裡購物的時候 就突然間覺得我這張造型是要做獅子的時候 獅子的商品突然變多了 而且我會固定去一家店 你好熱的感覺 滿熱的喔 就我去一個固定的店家 然後他突然間就冒出好多獅子的東西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專輯這一次是以獅子為主 他就送我好多獅子的東西喔 就戒指啊 或者是配件啊什麼 我就覺得還滿開心的